我现在来介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列的收敛的定理 叫做Monotone Convergence Theorem 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来做一个解说 这是X1,X2,X3 它是一系列的一个数列 它的话是个无穷数列 如果说它是单调上升 是什么叫做单调上升呢 单调上升的意思是 后面的数字它比前面的数字大 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一直往上走 假如它是一个单调的上升 而它又是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Upperbaum 所谓的它有一个上界 它有一个上界的话的情况之下 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 这个数列它是收敛的 所谓的一直在递增的 递增的一个数列 它如果它不会发散 它有一个上界的话呢 它必然是收敛 那么我们再换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说另外一个数列 它的话呢是单调的下降 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那它有一个下界 有一个Lowerbaum 那么我们就确认的说 这个的话呢 这个数列它是肯定的 会收敛到一个数字 那么我们的话呢就这么讲 什么叫做MCT 我们的话呢做一个 把它全名写出来 Modontown 它的意思是所谓的单调的意思 那么 C的话呢是指的是 convergence 那么我们的话呢 在证明的时候 常常的话呢 就直接写 MCT 指的是 Monotone Convergence Theorem 它的话呢 只要是单调 加有界 我们几乎就可以这么说了 它是收敛的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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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